Hello,2020年 今天呢,这个就算是我2020年第一次来出拍摄 在冬天拍摄日落呢,有一个最大的好处 就是日落时间非常非常早 现在显示今天的日落是下午4点45度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拍完日落,我还可以有时间回家吃饭 多么幸福一件事 好像刚才我看到天上在不远处 有一片很大的乌云飘过来 所以不知道我今天还能不能拍到一个我自己期待中的日落吧 有没有发现我今天其实换了一个相机来拍摄 现在呢,用的是DJI的OSMO Action 也就是大疆的运动相机 所以整个的画面呢,看上去比以前要广了很多 因为这是一个广角的镜头 也就是说你在我的频道里边 今天之前看到的所有的视频呢,都是用这个 DJI Osmo Pocket 中文呢,被翻译成大江铃毛 在11月份的时候呢,我有两个特别可爱的朋友 他们送了我这个相机作为礼物 我的整个的视频拍摄的世界 就因为这个而改变了 觉得它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方便 就像它的名字一样 Pocket 它就是可以这样 放到口袋里边 想拍的时候拿出来 不拍的时候放进去 非常非常的方便 今天呢,我也打算使用它 去拍摄一组非常特别的视频 走吧,我们一起去玩一会儿 蜂蜊 乌云已经来了 而且我感觉好像已经有点雪花 已经飘下来了 身后呢,就是著名的运斗大厦 它已经从2019年的年底 修到了2020年的1月 看云飘的多快 晴天飘雪 这DJI Osmo Pocket呢 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功能 就是延时摄影 这个时候呢 很多人一定会说 这有什么可稀奇的 现在几乎所有的智能手机 都能拍延时摄影 选择延时摄影之后呢 你会看到三种不同的 延时摄影拍摄方式 其中这个轨迹延时 就是你那个智能手机 无法做到的延时效果 选择轨迹延时之后呢 需要选择两个轨迹点 可以用手直接搬动 摄像头的位置来调整 你想要让相机移动的轨迹 选择需要拍摄的时间 以及它的间隔 点击拍摄就可以开始了 还有一个演示功能呢 是运动演示 我就这样钻着这个 一直这样走 它居然可以自动的跟踪 我刚才选择的这个 帝国大厦 而且 一直都没有丢这个焦点 我觉得 有点神奇 每年的圣诞节之后呢 就会发生这样的状况 满街都是树 如果你是从纽约北部 坐火车来纽约的话 下车的站就应该是中央车站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中央车站 外边的一条给出租车走的路 现在呢 已经是4点45日落的时间 很可惜 今天没有发生奇迹 日落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所以我也没有拍到 我想拍的东西 但是呢 为了不白跑一趟 在最后一站 来到了这里 我想你已经猜到了 光看灯 就已经知道了 这就是时代广场 经过了昨天失败的日落之后呢 我今天又换了一个地方 来到了布鲁克林大桥公园 在拍摄运动延迟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选择5倍 10倍 15和30倍速 四种速度 通过我拍摄的经验来讲呢 就是如果你 即将要走的这段行程 非常的短的话 那么你就应该选择5倍速 或者10倍速 比如差不多你将走 100到200米的长度 去拍摄这一段视频 那么选择低倍速的 就会更合适 那如果你想要去记录一段 非常非常长的 行进的距离 比如你要走10个路口 或者是穿过整个的一座桥 那你可能选择30倍速的 就会更合适一点 远处飘来了一大片云 所以今天可能也拍不到想要的日落了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旅行摄影小课堂 我是艾迪 这两次的外拍就已失败告终了 连续两天我都没有拍到能够让我自己满意的日落 其实呢这就是摄影的魅力 尤其是旅行摄影 也许很幸运来一次就看到了这个地方最美丽的风景 也有可能连续来10次100次都拍不到那个让自己满意的瞬间 布鲁坤林大桥公园呢我已经来过很多次了 其实能够真正看到它特别美的时候还是很少的 如果你也喜欢旅行和摄影 欢迎关注和订阅我的频道 我会在这里呢分享更多的旅行摄影技巧 以及后期的修图校程 我们下期见吧 希望下一次呢 能够有一个完美的日落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